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OS 16的iPhone上面 制作专属于你的主题 从锁定画面到主画面的小工具制作 甚至是把App icon换掉 今天都会教给大家哦 首先大家看到我的主题 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可爱的紫色主题 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整个Room Tour一遍 看一下我的设计是如何 然后再教大家如何制作 好那首先看到锁定画面的部分 我这边放了四个App的快捷键 那这个都是用一款App叫做Widget做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整个主题也会围绕在这款App上面 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 那等一下我们会深入了解这款App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点进去 完全不会有延迟的 那在上面这一栏我放了今天的气温 还有最低温度跟最高温度 那再来我们进到主画面的地方 大家看到第一页的地方 我这边放了一个超大的Widget 那它表面上是今天的天气跟今天的日期 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点进去的 例如说上面就是会跳进气象 然后下面就会跳到行事例 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个Notes 这个Notes也是可以直接点到 我的备忘录里面的 那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我在IG上面po了一个桌布的票选 然后结果最高票数的是这个第七号 那我原本是想说我要再用最高票数的那样桌布 再做一个主题 但是我想说今天我做好这个主题 好像就已经非常多够奖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再用第七号做一次主题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排App呢 大家看到它的颜色跟原本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到底要怎样帮你的App换颜色或是换图片呢 但是手机上面设定其实非常简单 只是要花一些时间 反倒是准备图片的部分花了我更多时间 大家看到的所有图片都是我用Photoshop再做一次的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看到第二页这边 我就是直接把它换成其他图片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换封面的方法我会放在比较后面 因为这部分毕竟我们之前就已经有教过了 那下面呢我想要提到这个Widget这一款App 就是我刚才说过呢 今天所有的小工具 还有在锁定画面的小工具 都是用这款App做出来的 那实际操作的部分呢 我等一下会一一带到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到第二页呢 大家看到上面呢我放了一个形式力 然后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直接按进去的 就是会接到形式力这样子 那在下面呢我把我的App的封面 全部都换成了图片 然后都是一致的主题 那最可爱的呢 就是右边的这个iPod 就是我现在音乐在播什么 它就会显示在这边就超级可爱的 然后再来看到左边的这个图片 是我自己设定的 你也可以自己决定说你点进去之后 要打开什么东西或是执行什么动作 那再来呢我们进到下一页 这边呢最上面我放了一个天气 然后下面呢也是换了封面的App 所以大致上呢整个设计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一一来看一下 我这些小工具还有App是怎样做出来的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到Widget这款App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它应该是我所有用过小工具里面最好用 而且最精美的一款 然后大家可能会发现你刚下载的时候呢 它的App封面是绿色的 那是因为它可以改变它的封面颜色 那我们直接点进去 那刚进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炎花了乱 不知道要怎么开始 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这几个主要的分类是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格建立呢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资料夹 就是等一下任何我们收藏的小工具 还有你自己制作的小工具呢 都会出现在这边 这边呢就是有很多我收藏的小工具这样子 然后再来第二格探索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在这边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他们制作好的小工具就是现成品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然后直接储存起来 它就会进到刚才我们说的建立里面 那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你今天可以抓别人已经做好了 然后把它修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呢 这个是管理 那管理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我们制作好或是储存好的小工具 把它放到我们的手机的小工具栏位里面 就是我们在桌面想要加入小工具的时候 不是常按吗 然后这边我们加入 它会把它放到这里面来就对了 那简单来说呢探索有点像是在购物 然后建立有点像是你的购物栏 然后管理就是结账的意思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锁定画面 我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我们进到探索这边 然后大家看到下面有四格对不对 第一格Home就是我们的主画面 那第二格lock就是锁定画面的意思 所以我们点这一个 点进来大家就看到这边有零零重重 你可以在锁定画面用到的小工具 那我自己用的Instagram或是YouTube的小工具呢 就是在这边下载的 就是直接点它 然后这边呢我们选秽入 然后你就会在最左边的这个建立里面 看到你刚才储存好的这个YouTube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探索这边 还要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大家看到最上面这边有一个排序跟筛选 对不对 排序的话呢 这边你可以去筛选你的搜寻条件 例如说最新最旧 还有最下面这个我很常用到的搜寻尺寸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圆形的 然后你发现它没有动对不对 你就再按一下右边的筛选 就是今天你想要搜寻哪一类的小工具 例如说健康啊 寄步器啊 或者是一些电池的资讯呢 在这边都可以选择 然后它就会把所有圆形的小工具 都在这里展示出来给你看 例如说我们想要加入这个电话的小工具 我就点进去 它就汇入了有没有 再来呢要教大家第二个Widget的小技巧呢 就是你可以去修改这些已经完成的作品 例如说我今天不满意这个电话的图案啊 我想要让它变大变小 甚至是把整个图案换掉 都可以直接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按一下这个编辑 然后这边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了 就是我觉得这款App跟其他App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今天它有一个很像Photoshop的界面 大家看到最下面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图层区哦 它这边是一层一层的 例如说它的底色是什么啊 它上面的符号是什么 还有你点它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呢 都会在这边展示出来 例如说我今天就是要把这整张图片 换成我自己的图片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符号删掉 然后我们新增图层 图层这边呢 我就可以去选择例如说图片啊 或者是符号 那就是说我想要用自己的图片的话 我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按一下第二个图片 最下面这个系统这边有一个图片库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改成自己的图片这样子 例如说这个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它的玩法非常多种 例如说轻触动作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掉 例如说执行不同的App 或执行不同的捷径 也就是说呢 今天在捷径里面 你想要写什么东西就写什么东西 然后你可以直接把它加到你的图案上面 那现在假设我已经设计好 我想要把它放到我的锁定画面的话呢 我们就进到刚才我们讲到过的管理 管理这边呢 一样我们只是在这个lock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这边圆形的地方 我们随便点一格 就是说这一格好了 里面呢就会出现我刚才一修改好的这个图样 我把它点进去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锁定画面 我们再加入小工具的界面呢 找到Wedget这边 然后呢我们往后滑 就会找到刚才我们加入的这个小熊图案 到这个步骤呢 大家可能会发现 你只要加超过一个小工具 它就会要你付费 然后我自己的锁定画面是130 然后主画面是170 那我自己后来就直接付费了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因为它这款App真的是太强大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我展示的所有小工具 其实都有被我修改过 这款形式它原本的样子跟颜色 都跟现在不一样 我是在Wedget里面把它的颜色整个改掉的 所以你就知道这款App它的制定程度有多强大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画面的Wedget 主画面的Wedget的部分呢 一样我们就是到探索里面 那这次不一样我们是要选左边的这个Home 然后大家看到一点进来就看到 我当然在桌面上面使用的那款iPod 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然后这边一样按汇入 那记得呢要加入桌面上 一样你要到管理这里 管理这边呢你先点工具槽的其中一格 然后把它加到你的工具槽里面 接着再到桌面上面去把它加入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探索这边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加入小型的小工具的话呢 一样你可以到排序这边来选取 例如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有小的小工具 然后这边呢再按一次筛选 它就会展示全部的小工具在这里啰 然后一样呢我的大型小工具也是在这边找到的 我记得我是先找到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形状 然后把它加到建立里面之后再去做修改 如果你想要自定的话呢就是按下面的这个修改 它下面这边就是所有的图层 就是今天你在这个大Wager里面 可以做哪些事情都会显示在下面 那我觉得它蛮贴心的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有些动作啊 它是会把它框出来的 例如说我现在点取的这个图层呢 它是打开形式力的图层 它就会把它框起来 然后这边呢我就是可以去设定说 我今天点它要打开哪一款啊 然后甚至连第三方APP都有哦 不过主要还是以英文为主 然后就如我刚才介绍所说的 它里面其实是可以打开三款不同的APP 所以在上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区块 是打开天气 然后中间这边呢是打开形式力 下面是打开备忘录 都是在这边设定的 所以这款APP真的是非常的好玩必须要说 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跟我一样 让它的背景完全是透明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设定 就是一样是在管理 然后这边有一个设定透明背景 那大家看到现在我语言整个切换到英文 因为我发现有些小工具 如果你切到其他语言的话呢 它整个格式会跑掉 那点进来呢 它会要求你到桌面的最后一页 去拍一张干净的截图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小工具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透明的 所以它只能用截图当成它的背景 才会看起来像是透明的 一样就是长按 然后我们到最后一页这边 然后这边我们截图 然后再回到这个画面 你就把截图上传上去 那我们上传完之后呢 我们再加入小工具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画面 让你去选说你的小工具 是想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重点呢 就是你在设定小工具的时候 它的颜色常常会跑掉 那第一个修准的方式呢 就是当它出现这个视窗 问你说要不要随着你的主题 改变颜色的时候 你就要点试 不过大部分我用过呢 适应主题之后 它的颜色还是有可能会跑掉 最终手段就是我们要进到 CREATE这边去修改 我们的小工具的颜色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 我桌面上面这些小工具 其实大部分它原本都是有背景的 只是我后来去把它修掉这样子 或者是它的字体颜色啊 原本都跟现在不一样 好那Widget大概讲的差不多 我们现在呢 来介绍一下要怎样 把你的App封面换掉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用到 捷径这个App 不过在我们开启捷径之前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搜寻图片 你要先把你的图片先收集起来 那如果你是想要像我一样 就是只是改变颜色的话 我是蛮推荐你用Photoshop去改的 那改完或是搜紧图片结束之后呢 我们打开捷径 那捷径这边呢 先跟大家解释一遍它的原理 就是我们要制作很多个脚本 一个App就要一个脚本 然后它里面呢会长这个样子 例如说我这个是YouTube的捷径呢 它里面就是打开YouTube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偷吃步 就是你可以新增第一个捷径 然后呢我们按加入动作 然后在搜寻的这边呢 我们打开App 然后把它加入 然后我们先做到这边呢 按右上角完成 然后接着呢我们长按 刚才我们写完的App 这边呢我们去复制 然后你今天要制作几个App 你就复制几次 就是说我今天要制作 10个不同的App的话呢 我就复制9次 然后复制完之后呢 你每个都点右上角 三个点点进去 然后把你要的App 输入到这里面 就是说我今天要形式力好了 我就点形式力 然后接着呢按下面的i 然后按加入主画面 然后这边呢我按一下这个图片 接着选这个选择照片 然后我们就去选我们刚才收集好的图片 然后右边呢这边就要打形式力 然后按加入 这样子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桌面上了 然后呢我们再继续重复这个动作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复制了很多一模一样的捷径吗 我们再打开第二个我们复制完的 然后我们再去点不同的App 例如说我现在要相机好了 然后一样呢我们按下面的i 然后加住主画面 然后去把我们的封面还有名称 改成相机的图片跟相机的名称 这样就可以啰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是有一点花时间的步骤 但我必须要承认做完之后 看到心情都会非常的好 就是会有一点被自己吓到这样子 如果你对IG投票的那几张桌布 有兴趣的话也记得在连续告诉我 你想要我做哪一张的主题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 因为做完之后就非常的疗愈 你的手机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美 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记得留言 还有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然后订阅我频道 并且开启小叮当 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